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辅州景区以及部分县区代表的精心推介下 天然仰巴大绝山、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寻梦牡丹亭大型石经演出、革命老区、广昌等优质旅游资源 令道场嘉宾叹为观止 此外 辅州市推荐了以追梦、探梦、寻梦、圆梦为主题的四条梦之旅精品旅游路线 重点推出了一条红色主题精品旅游路线 会上 杭州市旅行社协会与辅州市旅行社协会、上海池旅与辅州三河温泉生态旅行社、浙江新世界国际旅行社与辅州市三翁旅行社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4月21号上午 浙湾敏干联盟花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商会及联盟花园荣美举阵战略合作签约上线仪式在浙江渠州市成功举行 浙江渠州市、安徽黄山市、福建南平市、江西上饶市、四市市级报业和广电媒体签订了联盟花园荣美举阵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承诺在各自旗下平台联动开设联盟花园专版专栏 开展内容互换 资源互播 共襄联盟花园大业 仪式上同时启动了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渠黄南饶四市记者行走联盟花园红色之旅大型融媒体采访活动 为全力迎接五一小长假 近日庐山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开展系列服务培训质量提升活动 对全山五百余名售票员 验票员 保安员 二百四十余名景区导游讲解员开展 服务质量提升全员培训班 为一线职工充电赋能迎接旅游旺季到来 庐山南北门换乘服务中心是游客进入庐山的第一窗口 第一形象 近日庐山游客服务中心完善服务设施 谋划南北门停车场改造提升 推动空调总体维修 完善寿验票系统 同时邀请专业讲师为一线职工培训知识储备与服务技能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 我们游客服务中心还部署开展了其他一系列工作 一是开展港务设置 二是组织平线平庸 三是实施绩效考核 庐山景区二百四十三名讲解员 是景区的形象大使和流动的对外宣传窗口 一场针对景区讲解员的教育培训班也正在活热进行中 培训班邀请了多名大专院校教授和国家高级导游员授课 我已经参加过我们公司的十几次培训了 按照我自己的体会 这次培训的课程不光培训了我们基础知识 我们还增加了很多像手机摄影 红色旅游知识点来适应当些社会的发展 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次新培训的知识 更好地迎接我们五一黄金周的接待 三下的讲解内容也是我们这次讲解的一个重点 把三下三下的景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通过这次培训使三下三上旅游更进一步 更凸显卢山世界文化名山世界地中原 以及五位级旅游景区的风采 与此同时作为卢山最大的运输企业 卢山旅游观光车公司消防安全培训 交通指挥疏导等各项业务培训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中 右手伸钻往这边两下靠右边停车 因为你说话根本没有时间跟游客沟通 打手时的话因为交紧的这个动作 这套动作就是游客都能理解 我们规范了以后游客的这个很快就能 就知道你的表达的意思 停车要换乘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佐市横跨中越两国 是崇佐市目前唯一的国家五位级景区 可以说是崇佐市旅游博二的代表 瀑布气势磅礴 位为壮观 特别是夏季 瀑布的水量之猛堪称一绝 在今年的全国百人媒体团走进广西壮族三月三活动当中 我们的主持人娜娜也第一次来到这里 接下来看看她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鲜体验 现在呢我离这个德天瀑布是越来越近了 我感觉我已经能够拥抱住它了 然后你看这个喷泊而出的水泻 我觉得这五个小时的车程非常的值得不拘磁心 现在我就要去转身接受德天瀑布的起礼了 两个小时前我刚刚下车 当时的我满身疲惫 心里还犯着嘀咕 从南宁坐五个小时的车到达这里 真的值吗 世界这么大只有广西在放假 看看眼前这人 这人 还有这人 三月三期间 广西壮族自治区放假四天 那这么多人都来这 看样子这里的瀑布应该很厉害 走着 我如果呢看见了一块德天跨国瀑布导览图啊 这个图呢就非常清晰地演示了这个中越 中间这一条跨国的瀑布 沿着一条这个龟春河将它一分为二 所以我越来越期待了 这个瀑布到底怎么样 在德天瀑布 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山 真的和我们江西的山不一样 这里是喀斯特地貌 每座山峰看起来并不高 这里靠近热带 所以特别舒服 可以说是山清叶绿 西谷长流 鸟雀鸣鸣蹄 花香处处 往前走 没过几分钟就看到了一个竹筏上传点 这里是需要另外买船票的 一人三十元 我决定先往前面走走看 看看前面还有什么 现在呢 越往景区内部走啊 越能听到这个瀑布的轰鸣声 说明我们距离瀑布已经挺近了 而且呢 看这个水面上 它的水越来越高 然后整个水也越来越湍急 说明瀑布就在前方 沿着步道 缓步向前 随着轰鸣声越来越大 德天瀑布就这样的出现了在我的眼前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达风水期 但是依然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三界瀑布 气势非凡 总落差超过七十米 非常的壮观 我们现在啊 距离这个越南可以说是择合相望了 这应该是我距离越南最近的一次了 我刚刚呢 跟一个来过很多次的大哥聊了一下 他说呢 其实这上头啊 还有一个界碑 上面呢 就是中越两国的这个分界线 而且呢 还可以走到这上头 能够纵观整个瀑布的旋径 他说在风水期的时候 这个德天瀑布美得不得了 特别的壮美 但现在 涂水期的德天瀑布呢 还品贴了一份柔味的戏剧 在陆地欣赏瀑布不过瘾 接下来我们换竹筏 那位大哥和我说 德天瀑布下游的这一段河面 水流非常的平缓 为竹排靠近大瀑布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所以一定要亲身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现在我们的游船呢 正在向前驶去 来看我的左手边就是越南 我从来没有离越南这么近过啊 然后前方呢 就是我们的德天瀑布 就越往近的时候 越能感受到德天瀑布的水气 和它这种蓬勃轰鸣的响声 离瀑布越近 瀑布的轰鸣声就越响 空气当中的水污也越来越浓 这要是在夏天 瀑布的水流量肯定要比现在还要大好几倍 那肯定整个人都会被瀑布见识 现在呢 我离这个德天瀑布是越来越近了 我感觉我已经能够拥抱住它了 然后你看这个喷泊而出的水气 我觉得这五个小时的车程 非常的值得 不拘出心 竹筏呢 会绕着德天瀑布的底部近距离绕一圈 游客呢 可以在竹筏上面尽情地拍照 但最让我震惊的是 我居然发现有人在瀑布上钓鱼 这可是太有意思了 我想如果没有来到这里 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带着一身的水雾和开心 气罚登岸 在德天瀑布东岸 紧挨着瀑布的山上 景区还设置了好几个观景台 让游客可以从侧面的角度和不同的高度 仔细欣赏瀑布的细节 感受瀑布的激情和妩媚 说实话 这里确实刷新了我对于瀑布的认知 不需此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全省各地的文旅资讯快报 近日 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 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大会揭晓了首届国际休闲生活方式案例 金银同奖总计十项获奖案例 在国内外303个休闲生活方式案例中 江西明月山旅游度假区脱颖而出 荣获首届国际休闲生活方式案例同奖 是江西省唯一获奖的景区 连日来 我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水位涨跌交替 湖区部分湖滩草舟时而露出水面 时而淹没于湖中 湖区水草丰美春意盎然 据水文部门介绍 4月13号 鄱阳湖水位突破12米关口正式结束枯水期 之后水位涨跌交替 持续在12米至13米之间徘徊 部分湖滩草舟露出水面 呈现出一幅美丽的湿地生态画卷 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后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